那一年 隔着校门我们看着七路车缓缓地驶过 我对她说 要不走回去吧 这会儿可能没车了 女孩听了我的劝告 可还是不情愿地转身 看了看身后的站牌 向南而过的风吹过耳朵 而发出低音般的响声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默默地掐算着 可以走一刻钟的路程 假如我们能说上五十句话 总该夹杂这两句我想说的 咦 她转过头问我 你家不是应该在上面吗 你不回家 我今天去我舅舅家 离你家不算远 舅舅 我姥姥辛苦了一辈子 徒增了四个闺女 那就算是你送我回家了 接着我们又陷入到了无语的荒原 我开始构思自己的开场白 其实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挺 不行 这么说太直接了 我没认识多久 这还用问啊 天气预告说今天会下雪 这么冷 真不知道小雷会怎么样 小雷是一只鸽子 名字是我从杜德的一个短篇题目借来他用的 假摩的一个下午 我把他带到学校 说这是我在路上捡到的断了腿的天使 这自然也就吸引了他的怜悯 我们包扎了鸽子的伤口 我答应带他养少伤之后 就带他出来 几天前 他居然说要去看看那只鸽子长大了没有 晚上我在拜访表哥的时候被赶了出来 表哥则问我说鸽子的腿是怎么断的 我说演戏总得真实点才会有人相信吗 真实 他抄起了铁锹鼠我喊着 你要是把这一笼子的鸽子腿都掰断 他是不是还能抱着你哭啊 第二天 我只好无奈地对他解释说 昨晚我梦见小雷沿着一路的方向 找到一个四处花开的梦境 第二天他果真就飞走了 他听了后幸福地笑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 想无耻是怎么样一个定义 接着 我就不敢深想了 据说梦境里没有饥饿和寒冷 只有爱近乎 你读的书可真多 说话都和别人不一样 他怎么不让我把接下来的话说出来 我接下来想说 近乎近乎我对你 你怎么就那么喜欢读书啊 写文章应该很好吧 我表哥告诉我的 他说想要让女孩子喜欢你 就得写一首好的文章 要写成让他们看到之后伤心地哭 或者幸福地笑的那种 听说你还读了论语和诗经 我觉得你很厉害 这可是我自己悟出来的 要是想进一步讨女孩子的喜欢和羡慕 就要去读一些他们看不懂我们自己也看不懂的话 我觉得这很傻 但是我愿意做这么一个傻瓜 那一年 我们十五岁 我不可抑制地喜欢上了她 我疯狂地看书 原因仅仅是她相信我会成为一个大才子 这之后的几年 我都没有找到那种如此迷恋一个女孩子的感觉 似乎在当时她是不存在的 我只是在全心地爱一个 我不断填充修补的完美的形象 五六年之后 我们在一家烧烤店里 借着中学时代的荣誓 踏上了回忆的路 我漫不经心地说 哎 其实我那时候一直都挺喜欢你的 可是你太花心了 她喝了一口可乐 你女朋友刚出去 你就要勾引我呀 可能是 我将她的杯子虚码 可那时候不是 那时候我走在台阶上跟在她后面 数着走过的步子 我知道如果今天再不能说出那句话 或许此后 我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拐过路口的时候我叫住她 她停住看着我 我 我要去我舅舅家 我大声地朝她喊 她说 我知道 你嚷什么呀 我脸色一红 快步地和她并排走着 低头看着她的手臂 我几次想抓起她的手 但是我没有足够的勇气 七路车 她突然跳起来 都是你 你说没车的 反正快到了 坐下来歇会儿 正好 我还有个秘密告诉你 你就说 多多闪闪的 其实我那时候 真的挺喜欢你的 在烧烤店里 我对她说出了这个秘密 别逗了 你女朋友像收麦子一样 一茶一茶地换 你会喜欢我 你想把我变到第几茶呀 我说我没有说假话 不然这样 这个瓶盖你把它抠开 要是中奖了 那就是上天在见证 我说的是真话 我用力过猛 瓶盖落在地上 我钻到桌子底下 掏出我事先准备好的 那只瓶盖 我起身递给它 尝熟了一口气 只有千分之几的重奖率 她的表情严肃起来 把玩这瓶盖自言自语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直接说呢 这时我的女朋友走进来 问我们在干嘛 她对我说了个笑话 我对我女友说 她说战争结束后 一个从战场上下来的士兵 给她妈妈打电话 说要带了战友 回来一起生活 行啊 儿子回来后她当然高兴了 她双眼被枪打瞎了 也好 我们照顾她 可她失去了左腿 母亲沉默 她的双臂也被截断了 孩子 那边说话了 这样的英雄国家会负责的 为什么非要到咱们家呢 电话被刮断 士兵跳楼了 等她妈妈看到孩子的尸体时 她问死去的儿子 你当时为什么不直接说呢 我的女朋友听完之后说 我不觉得你说的这是笑话 这是一个挺悲哀的故事 她也说 是啊 你当时为什么不直接说呢 我当时是想说的 却无法鼓起勇气 快到她家的时候 我停下来 望着她慢慢远去的背影 看着手表 我决定一分钟之后 我就对她 天空大声地对她喊 我没有舅舅 我就是单纯地想送你 我就是 喜欢你 过去的五十五秒了 我已经看不到她了 五十六秒 我根本没有舅舅 五十七秒 我只想送你回家 一会儿我还得远路跑回去 我是个傻瓜 五十八秒 我感到脸上湿了 五十九秒 我喜欢你